皇家反骗局男子出借银行卡 给人走流水被判刑十个月 后悔称这次完蛋了 反骗大书案 我们手中的银行卡和支付码都有什么价值 藏有什么玄机 买完或租借银行卡 又将承担什么法律后果 可能大多数网友都不曾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 甚至武断地认为 我自己的银行卡卖不卖 租不租 给谁用是我的自由 殊不知 这可能是自己陷入巨大的违法犯罪风险之中 一旦出售人知晓自己的银行卡 可能被用来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 那么出售人就也触犯了刑法 帮信罪 如果事后脸是 隐瞒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罪 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另外 反骗大叔想提醒的是 出售人入了一张银行卡设案 其名下其余银行卡也会被暂停使用 且在五年内无法使用网银业务 包括微信支付等网络服务 所以 如果遇到有人想要购买 租借我们的银行卡用来转账 一定要学会拒绝 千万不要因为这举手之劳 而为自己带来无尽祸端 本期皇家反骗局携手腾讯卫视 和重庆市反诈骗中心推出 通过真实案例为您揭秘 犯罪分子是如何用花言巧语 阿人上罪传的 探究身陷洗钱风波的嫌疑人 缘和犯下邦信罪和掩瘾罪的 以及普通人又该如何避免误入歧途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支付方式的革新 推动了银行卡和手机支付的发展 不法分子也盯上这个庞大的市场 那么我们手里这看似普通的银行卡和支付马 又暗藏什么拳机呢 买卖租借他们有需要承担哪些法律后果 腾讯卫视携手凤凰网财经皇家反骗局 联合重庆市反诈骗中心 对话深陷洗钱风波的嫌疑人 深入其犯案经过 探究他原和犯下邦信罪和言隐罪 了解犯罪分子如何花言巧语拉人上传 希望用真实的案例分享来警示大众 误因小利而误入深渊 嫌疑人周某某分享 现在我的心情是非常的懊悔 非常非常的后悔 毕竟这个涉及到了违法违纪 然后也给以后的子女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影响 7月1日的时候 我打台球遇到了我朋友 他告诉我有个生意做不做 什么生意银行卡走流水不做 7月5日左右 他又联系我 问我做不做 我还是不做 7月15日左右 他又说做不做 帮你和王做一下吗 7月18日我就去银行办理了银行卡 根据朋友给的位子就去找他了 找到之后 带我进了一个酒店 进入酒店之后 里面有三四个人 然后要了我的手机和银行卡 我在一边而坐着玩儿 等着它进行操作 期间 偶尔进行面不识别 做完了之后 就叫我走了 没一会儿 就给我转了钱 这次属于帮助朋友 然后手上资金也不是很多了 有点儿钱不够用了吗 当时接到派出所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当时想的我也没有违法 没什么大事儿 然后就来了 民警 他自认为没有把卡给别人 没有违法犯罪 但实际他的行为已触犯帮信罪 周某某 后悔 非常后悔 这一次玩儿完了 完蛋了 没办法了 现在的心情是 千万不要做违法按计的事情 不搞这些问题 然后也要多劝周边的朋友 别做这些事情 关于银行卡给别人用 不管什么原因 一说是给别人转账 这叫涉嫌洗钱 洗钱就是违法 民警 最终 周某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据悉 为推进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 跨境 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 守护老百姓钱袋子 人民银行 公安部 银保监会联合开展 提高全社会反诈剧毒 和安全使用支付工具的法利意识 当前诈骗的收款 销账渠道 呈现跨平台化和多样化特征 主要的收款渠道有 微信 支付宝 银行卡外 还有通过地推等模式 收集线下门店商户收款马洗钱 另外 利用购物卡 生活充值服务等渠道收款销账也逐步增多 同时销账路径也变得更长 更隐蔽 广大群众都应该树立起相应的防护意识 此外 在今年初破获的相关案件中 以犯罪人徐世元为首的六人团伙 利用网络软件蝙蝠和他而关 进行信息网络犯罪获取利益 徐世元在软件上联系上家 发展罗某 卢某等5人通过银行卡收取赃款 在购买悉拟货币返还上家赚取用金 6人以上述方式转账共计约400万元 6人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共和国刑法 第312条之规定 以构成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罪 一张银行卡涉案 如犯电信诈骗 网络赌博 网络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 其名下其余银行卡也会被暂停使用 且在5年内无法使用网银业务 包括微信支付等网络服务 目前 全是公安机关联合金融部门 正经更新形势 新问题 纵深推进电信网络诈骗 资金链的打击治理工作 全面加强各部门对电诈 犯罪资金链的打击治理 合力保持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严打 严监管态势 在日常生活中不得出租 出借 出售 购买银行账户或者支付账户 假冒他人身份或者虚构代理关系 开立银行账户或者支付账户 其行 当下为诈骗洗钱手法夺养 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帮助他人转账 套现 取现 即可能会以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罪 被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 如果是钱之小 则可能会被认定框住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或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罪 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非常遗憾 采访到该嫌疑人 从本次案件中 可以看到一旦知情 就会触犯刑法 而广大的群众并不知道其中利害关系 因此请记住保护好个人手机卡 银行卡和身份证 如果遇到有人租借用来转账 学会拒绝 千万不要因为这举手之劳 而为自己带来无尽或端